校草和我打赌,只要我报受40斤,就同意和我交往 可当我成功瘦身后,却听到他和兄弟吐槽,语气鄙夷。陆佳宁那头死猪要是能瘦,母猪都会上树 当初就是耍他玩玩,谁会喜欢一个死田狗啊?赌约的最后一天,齐鸣和我的闺蜜李雪官宣了 全校都在等着看我笑话,可我却早已无心顾及 空荡的教室,我正被校霸圈在怀里,浑身颤抖 他语气愉悦,暧昧地在我耳边呢喃 老公不在家,寂寞空虚冷 手机铃声在空荡的教室回响 总是面无表情的男生,此刻嘴角却弯起玩味的弧度 哥,你听我狡辩,不是,听我解释 我冲顾怀露出一个讨好的笑容 毕竟全校没人不知道他的传说高冷脾气不好,曾孤身打翻一群小混混等 老公不在家,寂寞空虚冷 顾怀在我面前晃了晃我们的聊天矿,骚话被他低沉的声音读出了几分暧昧 而我此刻只想给自己两巴掌 怎么就喝多了放飞自我,把恶心室友的话错发给了这个不知道怎么加上的火炎旺呢 那个,我手滑发错了,对不起 我小心翼翼地陪着不试,手却从他的臂弯下伸出,准备把手机勾过来 顾怀眉毛促起,从鼻腔里恩 泪一声 我一个手抖,手机掉在地上,没想到,却悟处到了接听见 陆佳宁,你死哪儿去了? 齐鸣不耐烦的声音传出,隐隐可以听到他那边还有不少人 我这才想起,今天是我们赌约的最后一天 四个月前,他说,只要圣诞节我能收到一百斤,就同意和我恋爱 顾怀松开了圈住我的手,示意我接电话 我不去了 不带我说完,齐鸣声音陡然拔高 你他妈耍老子 我请了那么多朋友,你说不来就不来了 陆佳宁,别以为你是女的,老子就不敢打你 五分钟后出现在我面前,不然你等着 电话嘟的一声被挂断 我知道他为何生气,因为今天我是他的节目,一场供他朋友们取乐的好戏 我们打赌的第三个月,我便成功瘦下四十斤,于是我开心地去找他 齐鸣和他的几个兄弟在楼道里抽烟,有人提了一嘴 齐哥,你还真准备和那个坦克谈恋爱啊? 他吐了一口烟圈,语气中满是嘲讽 别恶心我了,玩玩意 那种死肥猪要能瘦下来,母猪都会上树 说吧,一群人哈哈大笑 那天我才知道,我的喜欢,在齐鸣看来,不过是生活的调剂品 头发被人轻轻揉了揉,顾怀冲我挑眉 赶时间,要不要我送你? 顾怀骑车很快,风从耳边呼啸 我出于本能搂住他的腰,却感受到他的胸腔微微震动了一下 他在笑 三分钟后,我们到达学校的露天体育场 烛光,气球,鲜花,主角不是我 李雪笑容甜蜜,依偎在齐鸣的怀里,无论怎么看都是般配的碧人 见货能听到一些嬉笑声 陆嘉宁什么时候道,他可是齐鸽头好甜狗 不敢想象那种肥猪哭起来的样子,我怕今晚做噩梦 我慢慢走到齐鸣面前,旁边他的朋友们看向我的眼神带着好奇 齐少,艳福不浅啊,又是哪里招惹了这么个美女 齐鸣给了笑声最大的男生一拳,又礼貌地冲我点了点头 同学,我认识你吗?不同于以前对我的15喝6,也不同于在别人面前对我不加掩饰的嫌弃 而这一切的转变,仅仅是因为我瘦了,比以前好看了 说不上心中哪里赌赌的,也许是为自己喜欢了齐鸣这么多年 到头来却发现他只是个肤浅至极且无聊的人 齐鸣,我们当了快十年朋友,你不认识我? 我弯起嘴角,露出嘲讽的笑容 齐鸣先是一正,而后略带犹豫地反问 露露佳宁?在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周遭安静了 肉眼可见,李雪挽着齐鸣的手紧了紧 语气看似平和但暗藏挖苦 佳宁,真难为你从140斤的大胖子瘦到这样 不过,虽然你和阿鸣有约,但感情这种事,哪来得先来后到 说起来,我和他,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好朋友 只是后来发现,我不过是他为自己准备的对照组 齐鸣也醋眉,话语里先扣上我会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帽子 你先回去,这么多人看着,不要闹得太难看 以后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我环顾四周,然后仰头看着他,祝你幸福 还有,以后就不要当朋友了,我嫌你恶心 我将脖子上的围巾取下,丢进旁边的垃圾桶 这是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来,他送我的唯一礼物,但已经不重要了 冷风吹过,我不禁打了个寒战 本来今天我还心存幻想,所以挤进灵下的天,穿了件薄薄的针织连衣裙,勾勒出好不容易瘦出来的曲线 陆佳宁,你真把自己当好人物了 以后你别后悔 齐鸣也认出了那条围巾,沉下脸色,语气中染上韵怒 我转身离开体育场,一件温暖的外套从天而降 顾怀将外套的帽子扣到我的头上 想哭就哭吧,没人看到 我坐在顾怀的后座,起先还压抑着哭声 毕竟和齐鸣认识许久,又暗恋了几乎整个高中生涯 我们相识于初中,他从大城市转过来,浑身名牌,表情很拽 小城总是藏不住室 齐鸣家总是只有他和他妈,从不见家里男主人 于是不知从何处传出,齐鸣妈妈是有钱人的小三 此话一出,本就不爽他每天臭脸的人,把他围在巷子里打了一顿 那次我正好经过,二话不说,东西一丢,横冲直撞,把欺负他的人赶走了 少多管闲事 齐鸣擦了擦嘴角一出的鲜血,想站起,却脚下脱力,又跌坐回去 那时我父母还健在,很宠我 总说女孩子胖乎乎才有福气,所以我体重直逼150斤 别拽了,我背你去校医院 我将地上的零食收拾好,冲齐鸣伸手 那个,你还挺厉害的 齐鸣的声音在我身后闷闷响起 我不甚在意,一句全屏蹲位,没有技巧,深藏功与名 身负私生子传闻的转学生,和外形并不纤细,甚至是全班最胖的女生 我们都是异类 和齐鸣的友谊就这样持续到升入高中 我爸妈出了车祸,当场死亡,我几度哭晕在葬礼现场 然后,我把自己关在空荡荡的家里,机械抱食,犹如行尸走肉 可无论吃尽多少东西,心里缺失的那块总是甜不满,在哭着吐出来 最后,是齐鸣把我从一堆食品包装垃圾里脱了出来 陆佳宁,别哭了,我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就和你当初,从所有人的白眼中把我救出一样 他如变魔术般取出一条红色围巾,替我戴上 天上落了雪,我抚摸着柔软的触感,躲在齐鸣的怀里,气不成声 齐鸣帮了我许多,所以让我像被洗脑般,忽视了后来许多他不尊重我的时刻 比如和别人打赌,让我去城东买一家蛋糕 我逃了晚自习,气喘吁吁出现在他的面前时,他却笑着将包装带丢进垃圾桶 陆佳宁,你不会以为自己配得上我吧? 他和他的兄弟们笑成一团 似乎被霸凌的人只要为集体找到了新的目标,为了合群,便可以轻易地转变为加害者 过怀骑车的速度越来越快 冷风道灌进嘴里实在难受,我便不再哭 不知何时又开始下雪 正当我突然反应过来,自己怎么稀里糊涂和顾怀走了 他将车停在了一家甜品店门口 哥,您冷吗? 我见顾怀的脸绷着,做事要把身上的外套托给他 你穿着,别感冒了 他却按住我在解拉链的手,静直进了甜品店 店面的装潢明亮,空气中洋溢着香甜的味道,暖气开得很足 顾怀点了几个小蛋糕,自己直捧着一杯热可可,竟有一种诡异的反差萌 我本想矜持,肚子却不争气地咕咕叫,这才想起自己今天几乎没怎么吃东西 顾怀无奈地笑了笑吃啊,又不是点来给你看的 我红了脸,拿起勺子,奶油甜而不腻,画在唇齿间,心中郁闷也消解了大半 顾怀朝我伸手,不知为何,我双手将我的手机递给他 毕竟他这样的笑罢,不可能是为了请我吃蛋糕,带着跑这么远吧 他的脸上露出迷茫的表情,但没有接,只是轻轻替我失去嘴角沾上的奶油 那个,顾怀,对不起 那句话,真的是我和朋友耍剑时,不小心发到你那里了,都是乌龙 我打破了尴尬的气氛,冲他歉意地笑了笑 顾怀没有回答,只是舒尔笑了起来,眼睛很亮 陆佳宁,你不会以为我来找你算账的吧 我下意识点头,又摇头 毕竟我还没谱信到自己一条信息能掉到笑罢 曾经有人和我说过,心情不好,吃点甜食会好很多 顾怀看向窗外,血很大,剑狱迷人眼 那这个人和我的观点还挺像的 我顺口回道,却在抬头时,看到顾怀将视线收回到我身上,眼里是我独不懂的情绪 一时相顾无言 本店有情侣套餐可以外带,今天特价七折哦 店员小姐姐甜笑着上前推销 我刚想开口说我和顾怀不是情侣,她却当即打包了一份 顾怀把我送回宿舍,然后把蛋糕塞进我的怀里 圣诞快乐 她的身影隐于风雪中,我才发现,外套忘记还给她了 我刷到了齐鸣的官宣朋友圈,下面是一群人的祝福 看着心烦,反手将她的所有联系方式删除 很快到了元旦 我被安排在迎新晚会中的一场话剧当反派 这是我和李雪还没闹翻时定好的 她不知从哪听说,齐鸣也会出演,便要求我陪她一起 佳宁,你不能因为长得胖,就封闭自己 万一你和齐鸣当了男女主,说不定关系能更进一步 我当她是知心朋友,也以为她为了我的暗恋心事着想,全然没注意她话语里的贬低和暗讽 结果李雪成了话剧女主,我因为形象,分到了一个又老又胖的反派角色 我在厕所隔间里听到她和其他人吐槽 要不是为了接近齐鸣,我才懒得和肥猪肉浪费时间 那个角色,也算是让她本色出演了 一群人的笑声尖锐刺耳 发什么呆呢? 我抱着改过的演出服,站在后台,冷不丁地被人拍了拍肩膀 来人却是数日不曾联系的顾怀 她身上一件繁复服装,暗黑配色,加上她面无表情的脸,倒是颇有血足的味道 你怎么会在这? 正当我疑惑时,门口一群男生响起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误入了男生示意间 实在不愿被当成变态,便抓住顾怀的手腕,闪身进了其中一间 空间狭小,勉强可以挤下两个人 指尖还残留着刚才与她手腕接触的余温,是脉搏跳动的灼热 我嗅到了她身上的香水味,带着凌冽的东翼,竟莫名有些熟悉 试衣间的门被人敲响 顾怀,你换好了吗?准备最后一次彩排了 竟是齐鸣的声音 骑虎难下 我双手合一,用祈求的眼神看着顾怀 试衣间里只剩下彼此的呼吸和心跳声 顾怀低头看了我一眼,而后冷冷出声 稍等,马上出去 我稍稍松了口气,在她耳边小声道了些 但下一秒,齐鸣的声音再次响起,带着玩笑 怀哥,这么久,不会是藏了人做坏事吧? 男生间的玩笑向来没下线 其他人还在外面起哄,说要开门看看能让顾怀看上的 得失怎样的大美女 眼见门外转来西西索索的晃动声 我紧紧靠住顾怀,抓住了她的衣角 顾怀的嘴角挂起不易察觉的笑 在即将被打开的下一秒,按住了门锁 齐鸣,你们无不无聊 她的声音中染上了些许寒意 有眼力尽的人都能听出她的不耐 好好好,不开我们高冷男神玩笑了 齐鸣讨了没趣,一群人离开了 别担心,他们走了 顾怀转头,与我四目相对 我们的距离极近,而我无处可躲 只能看着她低垂的眼眸和纤长的睫毛 顾怀的眉眼生的好看 若非坚毅的唇,应当比现在更甜些许俊美 鬼使神差的,我点脚,稳住了她 她的眼睛微微睁大,然后反客为主 扣住我的脖梗,带着不容智慧的侵略 意外的是,我并不排斥 但还是在这个稳结束后,推开她,狼狈地落荒而逃 剧本中途改动过一次 加了一个反派和我演对手戏 只是当我换好衣服后,却没看到之前练习时的演员 而是顾怀在所有人的目光中,静止向我走来 嘴唇红润,看起来心情很好 别找了,今晚我是你的搭档 故事整体也不算复杂,男女主被反派使半子,各种误解 最后发现真相,携手打败反派 但中间剧本改动过,给了我这个反派几次高光时刻 我如离学所愿,本色出演,提着剑公报丝绸,狠狠踩了齐鸣几脚 不管她快要喷火的眼神,只是在幻场时,轻飘飘地道歉 不好意思啊,为艺术现身,你忍一下喽 话剧顺利演完,演员战成一排泄木 一变突生 我感觉头顶的光亮晃了晃后,陡然变进 几乎瞬间,我抓住身旁顾怀的手 而她的动作更快,带着我滚到了一边,将我紧紧护在身下 头顶的灯轰然掉落,碎裂成一地碎片,映出了台上无数张脸,有些晃眼 顾怀,你没事吧? 我关切地去查看顾怀的伤势,确认没事后,才注意到隔着人群,齐鸣看向我的眼神,很复杂 她的手被割破,血滴落在舞台上,离血眼眶泛红,要替齐鸣包扎,但被她不耐地挥开 我去后台,准备换下演出服 却在楼梯间被人狠狠抓住手腕,推到墙角 刚刚为什么你下意识去护住顾怀? 真是好本事,离开我,就这么迫不及待地找下家 齐鸣的怒火让我觉得莫名其妙 我与她钳制住我的手抵抗,但挣脱不开,于是嘲弄地看向她 齐鸣,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和谁在一起,是我的自由,就不劳你这个有女朋友的人操心了 齐鸣面色更加阴沉,捏起我的下巴,迫使我和她对视 你说,如果我把你之前又丑又胖的照片给顾怀看,她会不会再多看你一眼? 还有,顾家是不可能看上你的,她不知道你是个精神病,还是个孤儿吧? 啪!清脆的巴掌声在楼道里回响 我用没有桎梏的左手,狠狠甩了齐鸣一个耳光,连带着小臂都在微微颤抖 这是当时她家被其妇员配上门找麻烦,我替她生生挨下的一棍,后来每到冬天,便会控制不住地轻颤 而精神病,则是我在父母去世后患上的抑郁症,只是在药物控制下,这两年几乎不会再发作 我摊开的伤口,却成为曾经爱过的人,反手伤害我的利剑 混蛋!我咬牙切齿地瞪着齐鸣 他无所谓地用舌头顶了顶腮帮,整个人向我压来 你是我的! 齐鸣的唇堪堪擦过我的侧脸,被一阵进风打倒 谁他妈敢打老子? 齐鸣捂着后腰站起,怒吼着看向身后 而顾怀面无表情,掰了掰手指关节 顾怀,你这做事可就不地道了,我自诩之前没得罪过你 齐鸣显然压抑着怒火,从牙缝间挤出这句话 欺负别人女朋友,难道不该打吗? 这下两人的目光都聚在我的身上 见我没有动作,齐鸣露出了不屑的笑容 顾怀,我的人你也想动,有点过了 不是喜欢过你的人,就是你的人,狗才会乱圈地盘 你找死 眼见两人的氛围越发剑拔弩张,我走到顾怀身边,挽住了他的手臂,与齐鸣对视 如你所见,顾怀是我的男朋友 以后我们不要再互相打扰了 齐鸣的视线在我俩之间来回巡视,却没看出任何破绽 好好好,顾怀,你有种 我挽着顾怀离开,不顾齐鸣在身后放狠话 刚出礼堂,我便松开顾怀的手,面露歉意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撞了我男朋友 还有今天谢谢你,不然我真不知道怎么摆脱齐鸣 顾怀的语气里倒是带着玩笑,只有口头感谢 那,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吃饭 随时,只要是你的邀请 一阵寒风吹过,卷起几片枯叶 我猛然抬头,却猝不及防映入了一双含笑的眼眸 顾怀整个人很放松,很柔和,不再像之前传言中的那样,高冷且不尽人情 他说陆佳宁,不要亲了,我就跑啊 要不要,试试和我在一起 不是玩笑,只是因为我很喜欢你 我并不知道顾怀所说的喜欢,缘起何处,甚至都不记得我们是怎样家的微信 我们的交集不过短短这一周 但我很喜欢他身上的味道,安心熟悉 我觉得自己的声音很遥远,我说那试试吧 在新年这一天,我多了个男朋友 顾怀算得上模范男友,细心温柔很会照顾人,甚至不用我说,便知道我的喜好和忌口 我震惊于何拍度,巴基一口亲在顾怀脸上,幸福感叹 我们可真是天生一对 顾怀只捏了捏我的脸,高深莫测地说 说不定是世界,安排我来爱你 日子按部就搬过着,很快到了寒假前夕 萧萧急匆匆回到宿舍,拉着我就要往外走 姑奶奶,快去看看吧,你男友要和渣男哥打起来了 我不解为什么秦明突然发疯,但担心顾怀受伤,便跟着萧萧到了篮球场 场上是信科学院合理学院的友谊赛,顾怀和秦明分属两院队长 秦明的攻势很猛,囚风也很凶,几乎都是直冲顾怀面门去的 我去的时候差不多过半场,两队的比分咬得很死 顾怀,要是你输了,乖乖从嘉宁身边滚开 秦明的一记灌篮实在精彩,观众喜上传来一片欢呼 他冲顾怀挑衅一笑 顾怀并不理会,只是淡淡道 嘉宁是独立的人,如果他不愿意,那我是没机会追到他的 不过,我倒是可以替他教训一下,你这种不懂得尊重人的东西 秦明反被成功激怒 我站在场边,只希望球赛可以顺利结束 但向来天不遂人愿 顾怀被秦明带球撞倒,似乎是扭伤了脚,裁判叫停比赛 我立刻冲到他身边,他眼中闪过惊讶 阿怀,我带你去校医院 我让他整个人的重量已在我身上,减少受力 陆嘉宁之前不是在追齐哥吗? 怎么和顾怀突然关系这么亲密 谁知道他使了什么不三不四的手段 以前那可是坦克,他们也真是饿了 有议论声从人群中传出 秦明从身后冲出,气急败坏地拦在我们面前 陆嘉宁,你难道是笨蛋? 看不出他都是装的吗? 我让顾怀先站好,然后皱起眉头,看向秦明 你把我男朋友撞伤,不应该道歉吗? 顾怀闷哼一声,似乎脚伤得不轻 但依旧紧抿着嘴唇在忍耐 顾怀,你在装? 我被你撞了几次,我还没叫疼呢 秦明气得跳脚,却着实看不出哪里受伤 体育竞技,肢体难免会有触碰 顾怀牵住我的手 我护在他身前,冲秦明到秦明 你让开,少在这里发颠 陆嘉宁,你以为这小子是什么好人? 他这种家庭的人,不过就是和你玩玩 那也比你这种只会故意让我出丑 不知道怎么尊重人的强 秦明瞬间白了脸色,我推开他 扶着顾怀慢慢走出篮球场 身后,信科学院其他队员的声音响起 带着怒火帮怀哥报仇 经校医检查,顾怀是扭伤了脚踝 冰敷后回去,卧床静养 由于学校宿舍是不踢 于是我打车送了他回校外的公寓 将顾怀安顿好后,我一边削苹果,一边掖语他 这下你可就只能仍有我蹂躏了 他倒也不见外,就着我的手吃了一块苹果 一本正经道 西厅老婆大人尊便 夕阳的光芒格外柔和,我和顾怀相视一笑,轻轻打了一下他少臭美了 顾怀抓住我的手腕,将我一袋,我一个眉射房,压在他的胸膛上 太阳完全落山,天空进入蓝掉时刻,玻璃窗上映出万家灯火 家宁,你这么聪明,肯定知道我今天是故意的 顾怀低哑着嗓音 我知道,但我总是会无条件相信你 我听着他蓬勃的心跳,轻声回应 然后,我们亲吻 这不是第一次接吻,却格外浅全 假如有一天你知道,我们之间的一切,都并非意外,你会原谅我吗?顾怀低哑着嗓音,与我对视 说什么呢?不是意外,那就是缘分天定 我们额头相抵,顾怀笑了笑,没有再说话 可我没想到,他的一切,其实早有预谋 顾怀为了方便我每天过来,给了我公寓密码 寒假前一天,我来和他告别,只是打开门时,家里却没人 我等了许久,顾怀还是没回来,郑乔导师让我修改论文,催得很紧,我便进了书房 书桌上摊着一本笔记本,我无意偷看,但入眼都是我的名字,实在让人好奇 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关于我的一切 大到重要的人生轨迹,小到我的喜好忌口,形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 可我搜集所有的记忆,也只想到我和顾怀最早的交集或许是某节选修课 那他,到底是为什么会知道这么多关于我的信息? 佳宁!让你等很久了吧!我买了你最喜欢的蛋糕!顾怀的声音突然在身后响起,手里还拎着一个小蛋糕,笑着冲我晃了晃 明明还是最熟悉最爱的人,此刻我却感到浑身发凉 之前以为我们是最合拍的人,现在也有了答案 我将那本笔基本拍在他的胸口,绕过他,转身离开 顾怀牵住我的手,语气中带上了交集 佳宁,你听我说,事情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顾怀,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值得你调查的地方 如果你要从我身上获得什么利益,估计也得让你失望了 我冷笑着留下这些话,挥开了顾怀的手 不过他还没完全好的脚,我冲进电梯,在他即将追上时,电梯门彻底合上,隔绝了我们 寒假开始,顾怀给我发了很多消息,但我忙着论文,将他的消息开了免打扰 春节前夕,我去超市采购年货,却意外碰到齐明 本想装不认识,他却隔老远就开始喊我名字 听说你最近和顾怀吵架了? 呵呵,那咋了? 我关心朋友,不行 谁和你是朋友?实在嫌,关心你女朋友去 齐明依旧嬉皮笑脸,伸手想抢过我手里的购物袋 分了,这下我有资格追求你了吧 我们认识这么久,我知道他向来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只当他在放屁 滚 正拉扯间,一个身影出现在我们面前 竟是顾怀 我女朋友的事就不劳你操心了 顾怀拿过我手里的袋子,冲齐明冷冷道 而齐明也收起嘻嘻哈哈的态度 那可说不准,谁是谁女朋友 我只觉得前有狼后有虎,但决定先打发走齐明 从你失约那天,我们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我不想闹得太难看 齐明依我对视了几秒,最终还是颓然放弃 好,但这小子也不见得是好东西,你自己注意 待他离开,我面无表情地冲顾怀伸手还我 东西挺沉的,我送你上去 顾怀坐在沙发上,我一边暗骂自己的心软,一边给他倒了杯茶 佳宁,你可能觉得我对你别有心机 但是,在你赶我走之前,可以听我说个故事吗? 顾怀是众生者,而他这一世的目标是拯救陆佳宁 因为,他们是前世的恋人 他重生在圣诞节这天 上一世,陆佳宁同样和齐明打赌 只要瘦下来就在一起,后面是相同的流程 不一样的是,顾怀那时只是经过,看着他成为齐明圈子里的笑话 虽然曾有过公选课的一面之缘,但也只当是匆匆过客 没想到,再见面,竟是精神病院,两人是病友 顾怀是在家族争斗中被暗算 他的哥哥对外宣称他是精神病,不具备继承资格 为了防止他翻身,直接送进精神病院 而陆佳宁有抑郁症时,追着齐明,又被他当了几年圈子里的乐子,病情复发 因为是病友,还是曾经的校友,两人偶尔见到时会聊聊 后来家族传来消息,说母亲出车祸,连车带人掉进大海,尸体都没找到 顾怀疯了,恍惚间上了天台,是陆佳宁救下了他 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如果你想出去的话,我帮你 他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帮自己,他却只是笑着递给他一杯热可可 我的人生输掉了很多东西,如果这一次能帮你赢,也算是我赢了一次吧 喝点甜的,心情会好很多 人就是很奇怪,一旦被别人寄予了希望,自己也会莫名燃起斗志 于是他在陆佳宁的帮助下,成功逃了出去 不得不说,陆佳宁虽是恋爱脑,但商科的专业能力很强,给了他不少建议 他不仅得到了自己应有的财产,还把自己哥哥踩在了脚下,成为顾氏的掌权人 陆佳宁的病情也好转很多,医生批准出院 许是这段特殊的革命友情,顾怀邀请他来自己的公司 似乎事情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两年的相处下来,顾怀发现陆佳宁并非别人口中的舔狗,相反,能力强重感情 顾怀想,等到圣诞节这天,和陆佳宁求婚吧 但没想到,齐鸣那边整出一堆烂摊子,他来找陆佳宁,希望他能帮他 平安夜这天,顾怀收到了陆佳宁的死讯 原来为了保住其事,齐鸣把陆佳宁骗走,送给了顾怀的死对头 明明只要再等等,便会进入幸福的结局,但都被这些人毁了 圣诞的夜晚飘着雪,顾怀杀了那些伤害过陆佳宁的人,然后自杀 再睁眼,自己竟重生了 他发誓,这一世绝对不会让陆佳宁再受到伤害,他记下关于他的所有记忆,不希望因为任何细节上的疏漏导致悲剧重演 不过似乎因为重生的蝴蝶效应,世界线有了些许变化,一切都来得及 顾怀,你觉得我信吗? 我云里雾里听完了顾怀的前世故事,不知作何感想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记录你的事并非对你别有用心,也不会伤害你 顾怀放下了杯子,表情诚恳 可是,我被捉弄怕了 所以,就不多留你 我起身,表示送客 睡前不知为何,我站在窗前,探头向外面看了一眼 顾怀的黑色大衣隐没于黑夜之中,只有他手上的仙女棒还在燃烧着微弱的光 看着有些可怜 我把窗帘拉上,把头埋进被子里,强迫自己眼不见心不凡 很快又是新学期 我和顾怀自寒假那一面后,便没有再联系 我找了实习,有时候下班会卡着门禁点 这天,眼见着马上就到宿舍关门时间,我想了想,决定从小路抄近 小巷的路灯忽明忽暗,终于在走过一个转交处时,彻底坏了 几个打扮流里流气的男人从另一边走出来,满脸吟笑 小美女,陪哥几个玩玩?其中有个胆大的,想上来拉我的手,被我一把甩开 臭女人,别给脸不要脸 我并不同他们废话,转身就跑,但七拐八绕之下,误入死胡同 看你还往哪跑?兄弟们,今晚给老子玩死他 我一步一步后退,触碰到冰凉的墙面 眼见男人们吟笑着上前,一道身影从天而降 都离他远点 顾怀护在我身前,一脸暴力 哟,哪里来的小白脸,毛都没长齐的臭小子,学别人英雄就美 一个矮胖男人抄起甩棍,就冲了上来 其余人也各自拿着家伙,紧随其后 我拖住他们,你找机会跑 他和我耳语一声,接住了矮胖男人的甩棍 一时之间,战况胶着,顾怀脸上擦伤了几处 我只能护着自己,不给他添乱,却也帮不上忙 跑 顾怀在人群中怒吼一声 我立刻向前跑去,直觉使然,回头看了一眼 看到有个混混抽出了水果刀 赶快老子好事,找死 小心 不知从哪生出的勇气,我猛冲回去,挡在顾怀的背后 我只感到后腰一阵钻心的疼痛 顾怀脸色瞬间白了,声声挨了几棍,颤抖着声音加宁 混混们看见了血,丢下东西就要跑,结果被赶来的警察全部抓住 我安下心来,浑身一软,落在顾怀的怀里 没事了 眼前一黑,我晕了过去 我的意识沉入深海,看到了顾怀和我说的前世的世界线 他的血染红了身下的雪地,死前还在喃喃 对不起,佳宁,是我没保护好你 我惊呼一声,猛然坐起,感到一阵钻心疼痛 顾怀立刻上前,握住我的手,别怕,我在 他拿了个软枕,靠在我的腰下,又替我盖好被子 对不起,又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 顾怀虽在冲我笑,但眼底的红血丝是掩饰不住的疲惫和颓然 他还在叙叙叨叨和我道歉,我却摇了摇头 替我报仇,很辛苦吧? 顾怀猛然抬头,眼中满是不可置信 阿怀,谢谢你,回来爱我 我朝他伸手,然后抱住了他 他的动作很轻,似乎是害怕弄碎了什么珍宝 空气中满是温暖的阳光味道 窗外一片绿意 春天终于来了 我又在医院住了一阵子,各项检查都没问题后,方才出院 而事情的真相,那群小混混一到警局,全部招了 因为齐鸣和李雪分手,他便将一切归咎在我的头上,认为是我勾引了齐鸣 于是他花钱雇了这群混混,只要完不死,随便他们怎么来 李雪找到我,声泪俱下,希望获得我的谅解 我只说一切按照法律程序走,最后他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 学校出于影响考虑,也把他开除了 齐鸣知道了这件事,跑来医院看望我 顾怀挡在我的身前,一脸警惕 我摆摆手,对齐鸣说以后不要再联系了 毕竟无论上一世还是这一世,我都因为他差点或者已经小命不保 有些关系,本该说断就断 很快到了6月 顾怀挡我一届,先毕业了 我陪他拍了毕业照 两个人手牵手面对镜头,但我存了捉弄他的心思,在快门按下的瞬间,准备在他的侧脸上落下一吻 不料他像是提前预知到一般,转头,精准地吻上我的唇 帮我们拍照的朋友大呼,单身狗的命也是命 我拉着顾怀的手,低头一笑 因为我知道,世界把那个爱我且合拍的人,又送回到我的身边